别睁眼 仔细看 眼前这个男人制造了一起 让国内警方发布国际红色通缉令的杀人埋事案 只因他受不了妻子和别的男人搞暧昧 他就将那个男人埋到了荒山野岭之中 倘若不是被害人生前流现一张关键字条 这怕不是又会成为一起去案 咱们今天呢来说一件 2015年发生在广西的案件 2015年9月6号 这是一个星期天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 有一所寄宿中学 那么这所中学高一有一个学生姓黎 小黎这一天呢 就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他的妈妈呢 是在外地打工 妈妈打电话来干什么呢 就说呀 听邻居讲 小黎的爸爸黎君 有两三天时间没回家了 让他赶紧回家看看去 他的家呢 是在陆川县迷场镇 迷场村 回到迷场村之后 小黎到家这么一看 确实父亲黎君不在家 他呢 就到父亲平时经常去的地方找了一个遍 哪儿都找不到 给父亲打电话吧 也没人接 这时候啊 他就找邻居打听 邻居就说 差不多两三天以前吧 你爸呀 在迷场镇一家麻将馆打牌的时候 让人给带走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这小黎心里边啊 是要多慌 有多慌 就怕爸爸出什么事 于是呢 赶紧到了迷场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之后 警方啊 先了解一下黎君的基本情况 黎君这个人呢 在迷场街上啊 还是比较出名的 一见这个人大伙都认识 黎君呢 平时很少去外边打工 就喜欢打打麻将 打打牌 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民警呢 马上就到迷场镇 黎君经常去的几个麻将馆走访 迷场街市场 有一家麻将馆 这家麻将馆的老板呢 就向民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说15年9月4号当天 黎君呢 就在他那打牌呢 这时候啊 一辆银色的轿车 还有一辆皮卡车 就停在麻将馆门口了 车上呢 下来了那么七八个人吧 就走进了麻将馆 他们根据手机上的照片 就认出了黎君 说有人找他要债 让黎君跟他们走一趟 黎君呢 也没反抗 也没说什么 跟着这几个人就走了 之后可就没人见过黎君了 那么 是什么人找黎君要债呢 黎君又欠了什么债呢 通过外围调查 民警就了解 这黎君呢 平时除了打牌 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啊 所以他被带走 很可能是因为欠人家赌债了 如果说找到了黎君的债主在哪 那么也许就能找着黎君了 当时警方呢 就调查了所有迷场啊 经常和他有点赌博来往的人 后来发现呢 一般不欠钱 即使欠呢 欠的也不多 也就是欠个几十啊 欠个一二百啊 也就这样子 所以警方就把那些欠了一百多块钱 欠几十块钱的人就都排除嫌疑了 那不至于说为了几十块钱 你把人给掳走了呀 对吧 你掳走一天 你给他吃好饭还得多少钱呢 排除了赌博纠纷之后 民警又把黎君平时出入的场所 还有交往的人员重新排查了一遍 还是没发现黎君的行踪 此时啊 距离黎君被带走 已经过去五天了 他究竟被带到哪了 把他带走的是谁 作为受害者 就在迷场镇一个麻将馆里边被人带走了 不过 别忘了 麻将馆老板当时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去的人是开着一辆银色的轿车 还有一辆皮卡车 那么接下来就要找这两辆车 根据对案发现场的走访 以及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视频 警方就发现在黎君被带走的时间段里 有一辆丰田轿车 还有一辆皮卡 从麻将馆方向就开了过来 两辆车出了迷场镇 就向着路川县城的方向开过去了 警方就怀疑这两辆车 应该和黎君的失踪有关 但是啊 这两辆车快到县城的地方 没进县城 从路川往沙湖的一个路口就走了 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呀 过去之后 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 这车又折回来了 通过调查 这两辆车的车主 都是迷场镇上一个水果店的老板 于是民警立刻对这个水果店的老板展开了外围调查 后来啊 这老板说啊 当时呢 他是过生日 车呀 借给别人开了 他自己没开 所以说 车主的嫌疑就又排除了 不过既然你是借给别人开了 那警方就得搞清楚 到底借给谁开了 谁借的车 谁是使用这辆车的人 然后再从这个车辆的使用人的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 当天晚上他跟谁在一起了 这是警方接下来一个侦查破案的重中之重 一个主要的思路 为了查明案发当天是谁开的车 民警找到了这位水果店老板 就问他这几天的车辆使用情况 但是这个水果店老板呢 也没什么反应 他就说 哎呀 那个那天晚上啊 我呢 在过生日的时候就在KTV 正好这个林副一帮人 反正过去了 要车 反正就开车去了 开出去一个多小时吧 就回来了 水果店老板说的这情况 和警方掀期调查的情况 是基本吻合的 那么接下来就得查查这个林副了 林副当年25岁 广西路川县温泉镇人 没有正当的职业 警方调查就发现 这个林副啊 跟这个受害人啊 就跟黎君 本来是不认识的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有任何的资金往来 更别谈什么债务了啊 那么实施绑架的嫌疑人林副 既然和黎君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以林副为首的这伙人 为什么要把黎君从麻将馆带走呢 他们把黎君带去哪了 黎君是不是还活着 警方呢 就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路径 来打听受害人的下落 时间一晃 黎君失踪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黎君的家属啊 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人很可能是遇害了 于是就开始处理 黎君的一些个人物品 因为按照当地习俗的话啊 如果说谁死亡了 那么家里人呢 就会把这个死者的相关的东西扔了呀 或者是烧掉 我相信可能不光是广西 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都是这样啊 就在家人对黎君的个人物品 进行处理的时候 就看见有一个笔记本 这笔记本里呢 有一张纸条 这个纸条是谁留下来的呢 是黎君留下来的 那日记本上写的什么呢 说有一个人叫李源 如果我出什么事了 那么肯定是李源干的 纸条上提到的这个人呢 黎君的家人并不认识 但是纸条上的内容呢 又描述了黎君曾经被这个叫李源的人挟持过的经历 这可是关键的一个线索呀 黎君的家人觉得这张纸条一定和他的失踪有关 于是当天啊 冒着大雨就赶到了迷场镇派出所 把这张纸条就提供给了办案人员 民警呢 围绕这张纸条上说的那个李源就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 这个李源呢 长期不在国内 是在越南打工的 大家也都知道 广西嘛 跟越南很近啊 很多地方都是接壤的 他跟这个受害人黎君之间 也没什么交集 并且啊 黎君的其他笔记呢 都被家人给烧了 警方也没办法对这张纸条进行笔记的鉴定 所以说当时民警也没法确定这个纸条 是不是黎君留下的 只能啊 先把这纸条放一放 由于没法确定纸条上信息的准确性 民警决定还是沿着之前那两辆车 以及啊 当时开走车的林傅这条线索继续调查 警方就了解到 林傅啊 平时跟几个人走的比较近 这几个人呢 有一个姓庞的 有一个姓陈的 还有一人的叫李玲 平时啊 就是靠人追赌债 挣点零花钱 当时警方就考虑啊 是不是黎君欠了谁的赌债了 而被林傅他们进行了非法拘禁 就是为了索要赌债 民警呢 就暗中调查林傅等人近期的人际往来 重点排查其中有没有人跟黎君有所交集 警方啊 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林傅他们也在通过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路径来打听受害人黎君的下落 等于说啊 林傅他们干的事 跟这一段时间民警干的事是一样的 人是林傅带走的 但是林傅也不知道这人到底去了哪了 所以警方就想 这后面是不是还有主使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暗中盯紧了林傅他们 等查清楚幕后主使之后 再对林傅他们实施抓捕 这时候啊 警方回过头来 又想起了黎君的家属交给警方的那个小纸条 警方就大胆推测 这小纸条上说的李源 是不是就是这个案子的幕后指使人呢 于是民警再次对纸条上提到的李源的行踪 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 警方啊 掌握到了李源的一些资料 这李源呢 长期在越南打工很少回国 但是啊 在案发之前 他曾经两次回国 其中一次回国的时间 是在案发的前两天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就从越南回来了 等案发过了 第二天的时候 马上又通过口岸 回到越南了 这个时间 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回到中国 为什么又着急忙慌的出去了 就在侦察员准备对李源的可疑行踪 展开进一步调查时 负责蹲守林傅的民警就反映 说林傅他们哪 有外逃的迹象 鉴于这个情况 专案组决定 对林傅进行收网 2015年9月16号 专案组对实施绑架的嫌疑人 林傅 李某 庞某 陈某等人实施抓捕 并且立即展开审讯 通过对林傅等人审讯 警方就发现 林傅他们事发当晚 是拿了一个姓赖的人 三千块钱 等于啊 是受到这赖某的雇佣 这才把黎君给带走的 他们说当天晚上呢 把人抓上车以后 送到了一个叫馒头岭的地方 交给了一个中年男子 而他们跟这个中年人不认识 之前都没见过 这个男的到底是谁 是不是雇佣他们的幕后主使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赖某跟这个男的又是什么关系 他们也不知道 此时的黎君究竟在什么地方 他们更是不知道 为了解开这些疑团 光抓捕林傅他们没用了 专案组呢 立即组织警力 对这个赖某实施抓捕 赖某当年四十岁 陆川县迷场镇人 没有正经的职业 到案之后啊 赖某就说了 是他的一个朋友 叫李傅 给了自己五千块钱 让他帮忙找人 去找一个叫黎君的人 追讨赌债 之后呢 他呀 花了三千块钱 雇了林傅他们这伙人 等于他当中间商 赚两千块钱差价 九月四号 让这林傅他们 把黎君带到了 这李傅指定的馒头岭 因为当天呢 这赖某也没出面 所以说实话 赖某也不知道 当天去接收黎君的人 到底是谁 那个人到底是谁 这黎君纸条上说的李源 真的就是幕后的主使吗 他和黎君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啊 林傅他们把黎君带走之后 就到了馒头岭 到底啊 跟他们交接的那个中年人是谁 这林傅他们呢 也不知道 至于李傅那边 李傅因为没去 他也不知道啊 当天到底是谁 去接手的黎君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专案组 又顺着茬 把这李傅抓获了 李傅 41岁迷场镇人也没有正经执意 他到案之后呢 就跟警方说 我呢 也跟这个黎君呢 没什么仇 没什么怨的 我是受到李源之托 是李源让我把那人找过来的 李源呢 就是黎君纸条上提的这个人呢 再次进入了警方视线 这李源一直在越南打工 跟黎君之间也没交集 也不存在债务关系 为什么李源要以欠赌债为理由 故人绑架黎君呢 李源已经不在国内了 他把黎君藏到哪了呢 虽然前期调查显示 纸条上提到的李源 行踪很可疑 但是并没有发现 他绑架黎君的作案动机呀 他长期在国外打工 跟黎君没有交集 为什么说黎君欠他赌债呢 他们真在一块赌过吗 警方啊 一边审讯李富等人 一边调查 9月4号案发之后 李源的具体行踪 希望从中找到黎君的下落 因为李源已经出境了 警方你没办法说 跟到越南去对他进行追踪 所以说还得把重点 放在李富等人身上 警方就假打 对李富等人的审讯力度 力求在这方面 打开一个突破口 通过审讯 民警了解到 2015年9月2号 在国外打工的李源 突然回到陆川县 并且找到李富 说请他喝茶 这李富跟李源呢 是同学关系啊 就说有事 要李富帮忙 俩人到了茶馆之后啊 嘶喽嘶喽两口茶 然后就开始说正事了 李源就说呀 这个人呢 欠我十万块钱 这么着 我给你一万啊 你就帮我把他叫出来 写个欠条 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 所以呢 李富也感觉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很爽快 就答应了这个事情 随后啊 李富又用5000块钱的价格 请这个赖某帮忙找人 等于说 李富赚5000插价 赖某呢 赚2000插价 这是层层外包啊 最终不就找到了林富他们吗 这林富他们一听这事简单呢 不就找着就完了吗 挣3000块钱可以呀 再者说了 之前都是去跟别人 直接要真金白银去 这回就让他写个欠条 那太容易了 所以林富他们呢 屁颠屁颠的就答应了 9月4号 林富他们呢 在KTV参加水果店老板生日聚会的时候 这个李富就通知他们 说这黎君呢 正在米厂街市场的麻将馆打麻将的 你们赶紧去吧 这么着 林富他们就借了车到麻将馆找的黎君 找到黎君之后呢 就说跟他要账 黎君呢 可能也知道自己欠了多少赌债是吧 反正呢 也没反抗就上车呗 带上车以后就给李富打了个电话 说人呢 已经找着了 后来呢 就把这人送到了馒头岭 他们到了馒头岭 在路边等了十多分钟 那个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 到了他们停车的地方 那么当时这个中年男子是谁呢 其实啊 就是李源 李源呢 当时把人弄到手之后 还跟林富他们说了 说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啊 不一定弄得好 这么着你稍微等一下子啊 我呢 用绳子先把它给捆了 李源从自己摩托车的工具箱里拿出来一条绳子 把李军的双手就捆绑在身后了 期间这李军呢 也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在确认把李军捆绑好之后 给了林富他们三千块钱 林富他们呢 开着车又返回了KTV 接着唱歌去了 至于这个李源 最终把李军带哪儿去了 对他做了什么 甭管是李富也好 林富也好 还是那赖某也好 通通不知道 据李富交代 案发之后第二天 他呢 从李源那儿拿到了剩下的七千块钱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跟李源联系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只有李源知道李军的下落了 可是李源已经出境了呀 警方啊 还是决定先从李源的社会关系入手调查 看能不能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 李源呢 家庭成员关系很简单啊 就一个妻子 一个儿子 儿子还读书呢 应该不可能有什么债务 有债务 那也应该是他的妻子 随后呢 又调查了李源的妻子 就发现李源的妻子啊 平时也打牌 并且呢 经常出入迷场镇的那几个麻将馆 通过警方走访调查 通过警方走访调查 就发现这李源的妻子 经常跟这个李军 是双双出入的 就俩人呢 经常一起去麻将馆一起走 民警立刻找到了李源的妻子了解情况 李源的妻子一看警察都来了 他呢 也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去了 他就说呀 自己和李军不光是牌友的关系 他们两个更是情人 俩人呢 存在着男女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他们的这种关系呢 在2015年5月份的时候 李源回来休假的时候 发现了 当时啊 李源的妻子就跟李源说 哎呀 我不是想背叛你的啊 我不是想对不起你的 我是被迫的 这这这是李军强迫我 我这才跟他做了那样的事 李源呢 对他的妻子进行了警告 但是啊 他的妻子跟李军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还在继续当中 警方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就发现这李源有了充分的作案动机了 接下来就是找李军了 当时这林傅他们是在满头岭跟李源交接的 于是民警调取了满头岭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的视频 可还是没有发现李军 要说起来啊 想在满头岭找人很难 因为满头岭啊 这一片面积很大 都是连绵不断的山又高又密的 还有呢 就是那个地方啊 有好多工地上挖出来的泥 就县城里边盖房子呀 你不得挖这个地基吗 挖出来的泥呀 就都放到满头岭这边 在那一到就完事了 所以到处都是新土 民警整整搜查两天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也找不到李军和李源的任何东西 由于无法确定李军目前的状况 所以2015年10月24号 陆川县人民检察院将以李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 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批准逮捕 可是李源没到案啊 这是主犯啊 受害者还生死不明呢 公安这边侦查工作 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一直到了2015年12月份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专案组还是一直在寻找着李源的行踪 只要听到一点有关于李源的消息 专案组就会立刻跟进 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这李源一直不到案 就一直无法知道李军的下落 因为李源呢 在国外 当地警方啊又没有权利说到国外把李源给抓回来 哎呀 这可把警方给筹坏了 为了尽快把李源抓捕归案 专案组决定向上级申请 由公安部报请国际刑警组织对李源进行国际通缉 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一旦下去了 那么犯罪嫌疑人在境外你就可无处藏身了啊 你就只能是偷渡回国 2016年1月29号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针对李源的国际红色通缉令 这个红色通缉令呢 按照咱们公安机关的要求啊 第一案件一定要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有关法律手续一定是经过检察院批准逮捕之后才能上报 红色通缉令发布之后 这还真是管用啊 四个多月以后就有消息啊 说李源已经偷渡回国了 在海南海口市一带活动呢 2016年6月16号 专案组组织民警前往海口市调查李源的具体行踪 四机实施抓捕 警方呢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 就发现李源在海口市美兰区的一个超市里边打工的 民警啊就假扮成顾客啊 就到那超市买东西进行观察 经过民警近距离的辨认 目标正是李源 所以民警果断出击 把李源当场抓获 历经九个多月的逃亡生活 面对警方的铁证如山 到案之后的李源 很快就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说呀 15年5月份的时候 他回国一次 回到家里 无意之中就从他妻子的手机上 发现了一些暧昧的信息 当时他就很生气 就告诉他妻子啊 这一回我原谅你了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随后李源呢 也找到了黎君 就威胁他以后 不许和自己的妻子有任何往来 可是在这次事情之后呢 黎君呢 感觉生命受到威胁了 这才写下了那张纸条 可黎君呢 照理说你感觉受到威胁了 你就跟人李源妻子断了 关系就完了呗 他还不断 还舍不得 在李源再次出国武功期间 俩人又搞到一起去了 这李源呢 后来听老乡说 哎呦 那什么 反正你媳妇啊 跟那个黎君呢 还是不清不楚的 他这时候就下定决心 我得报复黎君 2015年9月2号 李源从国外回来 回到弥厂镇 找到自己同学李富 以追赌债为由 让李富帮忙 找人绑架黎君 并且承诺 给他1万块钱 作为报酬 9月4号 林富他们呢 就成为了绑架黎君的实施者 案发当天 在馒头岭 李源可就见着了黎君 李源呢 用绳子把黎君捆住之后 把钱给了林富他们 让他们走了 剩下来 可就是他和黎君了 一开始啊 李源就和黎君在那商量 说你别找我媳妇了啊 可是黎君呢 一个劲的在那说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俩发生关系 那我俩都是自怨的呀 李源呢 就跟黎君说 说不可能 我媳妇说了 是你强迫他的 我信我媳妇说的话 反正俩人 你一言我一语 就发生了争吵 争吵过程之中 李源把黎君呢 就推倒在地 用脚就踩住了黎君的后脑勺 把黎君的脸呢 就踩到了泥里 因为那都是松土啊 咱们不说了吗 县城里边挖出来的那些土 都到了这山上啊 踩了几分钟之后 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当时呢 也不觉得有什么 就觉得是不是黎君晕倒了呀 就把黎君呢 拉到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拉到了一片竹林子里边 就想着我赶紧走吧啊 等他醒了自己回去就得了 随后呢 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 可晚上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凌晨拿着铁锹 又来到了馒头岭 发现黎君呢 果然死了 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把黎君的尸体埋了起来 这些事情都干完了 李源知道杀了人了 我不能再在家待着了呀 赶紧的就有出境了 这回啊 不敢像之前一样 通过正规渠道找工作了 而是找到赌场里边 给人打零工 只要有当地警察啊 到赌场检查的时候 他呢 都躲躲藏藏的 就怕被查到 自从国际红色通缉令发布之后 国际警方啊 就增加了对流动人口的调查频率 这越南警方呢 也算是盯上他了 所以李源呢 在国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受到局限 他知道我再不走 我是肯定就被抓 这才偷渡回国 躲在了海口 在一个超市里做搬运工 审讯结束之后 抓捕组的民警 押接着李源他们 到了馒头岭指认现场 可因为当时啊 已经过了很久了 那儿呢 到处都是土 到处都是草 树呢 也比较茂密 费了可大的力气 始终找不着人 那怎么办呢 加大警力 挖吧 就一下一下的挖 一寸一寸的挖 终于啊 发现了一个手机袋 后边呢 慢慢的把这手机袋拉出来 再一点一点的在那细挖 这才找到了黎君的尸体 至此 埋在地下九个多月的黎君 终于被找到 而那张纸条上的真相 也终于是水落石出 警察叔叔在河中 打捞出一具屋头男尸 现场虽然看起来毫无头绪 没有任何限制 但实际却啥也没发现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发生在贵州的凶杀案 2001年12月4号 有人在贵州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 立波县的朝阳镇河段里边啊 发现了死人的尸块 于是呢 赶紧就报了警了 当时立波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 叫张朝归 张队呢 还在局里边值班呢 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当时啊 报警人说河里边是有四块尸体 看着像是人的 后来呢 张队就让派出所 赶紧去核实 到底是人的尸块 还是其他动物的尸块 核实之后 确实是人的 那么 这个报警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刑侦大队 技术中队的中队长 叫熊亚平 熊队呢 马上就组织警力下去了 民警啊 就发现死者的尸体被犯罪嫌疑人 已经弄得是面目全非了 对于办案的民警来说 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感到震惊 立波县毕竟只是一个小县啊 对于这样的大案要案侦破来说 整个警方啊 还是比较陌生的 一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后来大家呢 就还是从传统的诗员方面入手呗 先去查找诗员 查清楚究竟死者是谁 然后知道死者是谁了 再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面对这起棘手的案件 警方把找到死者的身份 就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杀人案件一般情况下啊 因果关系都是比较明显的 咱们总说情杀仇杀为财杀人 对吧 这都是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你没办法确认诗员的话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下面的工作 可是现在这尸块没头没脸的 那你也没法判定他的身份呢 只能继续寻找更多的尸块 看能不能最终能拼出一个完整的尸体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细致打捞 法医啊 终于对死者的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定 警方呢 测量了一下尸块鼓鼓的长度 通过这鼓鼓就推断出这是一具男性的尸体 是个成年的男性 身高呢 大约是一米六到一米六五之间 年龄呢 三十多四十来岁的样子 在案发当年 利波县还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山区小城 犯罪嫌疑人残忍的杀人抛尸手段 已经超出了当地老百姓 对于刑事案件的认知程度了 当时老百姓都觉得很惊奇呀 利波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县城啊 民风非常的淳朴 在这个恶性案件发生之后 对大家的震动呢 还是非常大的 于是啊 就有各种各样版本的流言可就出来了 这些流言蜚语也给警方侦查破案 带来很大的压力 当然了 你说这些流言蜚语 一无是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也不是 一方面给了警方压力 某种程度上给了警方误导 但是啊 也有一些传言 给警方提供了一些线索 警方呢 当时也考虑着 是不是动员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其中 因为大家呀 在这种探讨讨论之中吧 总会提供一些破案的线索的 比如相互之间 哎 你看看 我好像觉得是谁谁谁谁 没准啊 哎 这就还真是对的 警方呢 就希望听见这样的声音 尽管警方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大量的警力 寻找死者的身份 可是通过多渠道搜集到的一些线索 先后都被排除了 一转眼 找到尸体已经两天的时间了 但是侦破工作一直是止步不前 警方不断的扩展着搜索范围 震派出所加上刑侦大队 你哪怕加上县公安局的局机关 警力还是少 于是呢 县公安局决定调动全县警力 投入到这个工作之中 可是查找师员的工作 还是没有进展 这时候啊 警方决定再回现场看看 通过对现场环境的分析 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突破口 当时啊 打捞现场是非常复杂的 在那个河段前面一百多米 二百来米的样子吧 就有一个漫水桥 什么叫漫水桥呢 居住在河边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啊 就是那个桥啊 比较简易啊 一般的就是贴着水面 略微高出水面点来 平时呢 人们就可以在这桥上来回走 一旦说这水位稍微往上涨点 就很有可能啊 会把这个桥给漫过去 这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因为这个漫水桥啊 它是过河通道啊 整天的人来人往的啊 一般情况下 杀人抛尸 你得找隐秘的地方啊 你不可能找人多的地方啊 但是就是在这发现了尸块 从现场的环境来分析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谋杀案 而不是简单的伤害致死案 因为漫水桥这人来人往的 他不可能在这杀了人之后 又在这分尸对吧 所以呢 他没有作案的条件 所以这儿就是一个抛尸现场 而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就在这些初步勘察信息出来之后 现场的指挥人员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对案件的侦查工作 首先警方呢 以抛尸现场 半径一公里啊 这样的一个范围 查找死者身份 另外一方面呢 寻找案发第一现场 把这个区域就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听友们听到这儿 可能也会有疑惑 一般情况之下 寻找案发现场 你范围应该再扩大一点啊 为什么要划一个半径为一公里的 这样一个并不大的范围呢 因为当时警方啊 是这么想的 2001年 本身机动车很少 再加上利波那个地方 经济呢 也比较落后啊 再加上那个地方呢 交通环境并不好 抛尸的那个地点呢 机动车根本去不了 那么想抛尸怎么办 你只能是扛着跑啊 要扛着这么一大堆尸块 跑很远 那不现实 您各位想吧 一个一米六几的成年男子 少说不得一百二三十斤呢 您想想扛着一百二三十斤 要是能跑个二里地 那已经不近了 所以啊 民警这才划定了这个范围 很快技术人员呢 就划好了一张图 围绕案发现场周围的区域 就展开了重点排查 这一公里半径的范围 排查就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可是呢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怎么办 继续扩大范围 扩大到两公里 别看简单的一公里 扩到两公里 警方的工作量啊 那可就多了好几倍 两公里 没有找到什么结果 然后再往外扩大搜索范围 随着排查地点越来越多 警方的工作量那是越来越重 如果能找到第一现场 再找师员就容易了 可是哪那么容易找啊 只能是转变思路 一方面继续扩大范围 继续搜索 另外一方面 重新回到死者身上 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技术人员对死者尸体进行检验的时候啊 就发现了一处并不寻常的伤口 于是第一时间就打开了死者的胸部 其实啊 当时在打捞尸块的时候 后来就找到了这个死者的头部 您各位又该说了 找着脑袋 那不就能确定是谁了吗 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啊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个死者的脸上 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一片模糊 脸上的皮肤并不完整 被削了一大块 警方当时就想凶手为什么这么做 应该是有意的 刻意而为之 就是怕被公安发现之后 能够认出来死者是谁 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 就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所以民警又加大了对尸员物证的打捞工作 但毕竟尸体是被抛在河里边的 河呀 它不是死水啊 它是活水啊 它不停的流啊 有的地方的水流还很急 这个尸块啊 当时打捞的时候 是散落在四五百米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么大的范围 你哪怕是在干地上啊 你说一寸一寸的找物证 这都没那么容易 更何况是在河底呢 但是警方不能放弃 经过几个小时的细致打捞 终于有了收获 在河里边啊 找到了一块皮肤组织 这块皮肤呢 大小差不多是18厘米乘15厘米啊 上边呢 有一个纹身 这个图案 就是一个女的在那弹琵琶的一个图案 不是大伙平时经常见的 闻个皮皮虾 闻个带鱼那种啊 这纹身越稀奇 越少见越好 为什么呀 它有代表性啊 很可能通过这纹身 你就能排查出来死者是谁呀 不过从这块皮上 也能看出凶手的狡猾 因为凶手啊 对这块纹身也进行了破坏 不过那个图案 还是大致可以辨认出来的 这个发现让警方喜出望外 整个尸体面目全非 没有辨认价值了 那现在唯一有辨认价值的就是这一块皮上的这个图案 所以警方通过这个图案来作为尸员的重要特征来查找尸员 专案组决定啊 就以这块纹身为突破口 到周边的看守所 劳改场所去走访 可虽然有了纹身这个线索 但是一圈走访下来 收获也不大 这时候警方就估计 死者应该是外地人 因为当地警方呢 这一段时间也没有接到失踪报案的情况 没有报警 这时候就判断 很可能死者是外地人 通过对现场的分析啊 警方不仅判断出来 死者应该是外地人 甚至都能判断出来 凶手可能都不是本地人 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案发时间是冬天啊 冬天呢 很少有人下河 你打鱼 他也不是季节呀 河里边没人下河 冬天也不会到那地方游泳去 所以呢 这个凶手肯定就估计 把这尸体扔到这儿 不会被人发现 第二年一开春 一涨大水 尸块就下去了 应该是有这个心理 照理说 凶手的这个心思很缜密啊 那是怎么判断出来 他是外地人的呢 就是这一点 暴露出来 他不是本地人了 因为啊 他忽略了河边的一个细节 河边上啊 有农田 这个季节 老百姓在农田那干活的特别多 所以不知不觉的 就很容易发现这个尸块 这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背 聪明物 果不其然 精心选择的抛尸地点 却被附近干活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了 经过分析 警方啊 初步断定了 死者和凶手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专案组再次扩大调查范围 警方呢 就走出去啊 把相关的信息 尤其是关键的那个文身图案 向全国的兄弟公安机关部门来进行一个沟通 没过多久 有一个水泥厂就传过来消息了 这水泥厂呢 也是当地的一个劳改场所 把这个文身的图案 给那些犯人这么一看 有一个贵州三都级的犯人说了 说哦 这个人我知道 他姓张 是以前的育友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警方呢 立刻就派人赶到了三都张某老家那儿 随后啊 把这文身图案 就拿给老家认识张某的人看 有一个呢 是他的同龄人 一看就说 对对对 是他的 以前我们在一块洗澡的时候啊 我就见过他这个文身 为了进一步确认死者身份 法医呢 又进行了细致的鉴定和比对 最终确定死者就是三都县的张某 与此同时 大伙别忘了 还有一路民警还在找着案发第一现场呢 他们呢 在距离抛尸现场五公里的一个果园里 得到了重要信息 到底是什么重要线索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最终在距离抛尸地点五公里的一个果园里 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时这个调查组呢 就调查到果园了 就问了问果园的老板 说最近你们这有没有失踪的呀 老板说 哎 正好有一对夫妇 外地的是三都的 呃 就在果园里边帮我打工 呃 就包水果啊 然后呢 住在半坡上 前几天哪 突然不见了 也没发现他过来干活 吃饭的时候呢 也见不着他 反正也没跟谁联系 就走了 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 在果园负责打包水果的夫妇 突然失踪 这个信息就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为了确定失踪的夫妻俩 是不是和案件有关 警方就来到了夫妻俩曾经居住的房间里 在这儿 侦察员有了重大发现 当时在抛尸现场旁边 有一个树枝上啊 发现了一把钥匙 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绑着的一把钥匙 当时呢 就因为那个地方距离抛尸地点很近 再加上那把钥匙啊 没有什么风吹雨淋的痕迹 所以估计和石块有关系 警方呢 拿到这把钥匙之后 到了果园里边 发现果园大门有把锁 民警啊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 拿着这个钥匙就去开锁 一拧啪哒给开了 哎呦 这个发现 让民警看到了侦破案件的希望 当走进夫妻俩的房间之后 新的物证再次出现了 里边地面上呢 有烧东西的痕迹 墙上啊 还有烟熏的痕迹 然后地面上还有血迹 还有人的骨骼 当然不是说大块的骨头 而是那种特别碎的小的骨头渣子 警方提取到这些血迹之后 做了DNA鉴定 通过DNA检验和现场勘察 警方确认 这对夫妇居住的这间小屋 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果园老板也证实 死者张某在出事之前呢 一直跟一个女人住在这 反正俩人啊 是以夫妻相称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任老板也不知道啊 人也不细打听 也没查结婚证 既然是一男一女 男的死了 女的失踪了 那会不会是这个女人做的案呢 在案情分析会上 民警们反复讨论 那么警方为什么怀疑 这个女人和命案有关 而不是认定 女人和男人一块被杀死了呢 因为在这个抛尸现场 包括这个第一案发现场 都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DNA 也就是说 在杀害张某的时候 他的这个妻子啊 是没事的 所以就觉得这女的是逃了 不是被杀了 警方就接着打听啊 这女的姓甚名谁 家是哪的啊 长什么模样 果园老板呢 对这个女人的底细啊 也不了解 唯一的印象呢 就是这女人曾经打过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用这老板的手机打的 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啊 不是利波的 也不是前南州的 是外地的一个长途电话 后来警方通过这个电话号码一查 是单债线的一个电话 警方呢 就又到了单债线 对这个坐机的机主进行确认 这机主一回忆 哦 我知道了 那是我一亲戚打的电话 姓李 通过这个就基本确定了 这个女人就是单债线人 警方经过摸牌 确定十宗女人是李某 而且通过了解发现 她跟张某啊 不是什么夫妻 而是情人 这李某呢 有一个家庭啊 因为自己的丈夫啊 原来是村里边的一个小干部 她丈夫呢 算是挺有经济头脑的 就想着给家里边多挣点钱呗 承包了周围的山林 搞那个药材种植 可后来天不遂人愿呢 经营不善 夫妻俩投资失败了 还欠下了不少债务呢 这个李某 每到逢年过节一看 这家伙来的都不是拜年的 不是送礼的 这都是来讨账的 也心烦意乱 每年都有人来要账 慢慢的 他这心里边啊 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啊 因为你也还不上啊 由于债台高筑 李某和丈夫就离了婚了 离婚以后就出去打工 在这个期间认识了死者张某 在张某的苦苦追求之下 俩人就生活在一起了 照理说你跟张某在一块了 跟前夫离婚了 那你跟张某好好过日子吧 可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没多长时间 李某突然回家 又跟前夫和了好了 就在他回家的时候啊 发生了一个意外 张某就跑到他家里边 去找李某的丈夫了 你想啊 一个情人来找前夫 这俩人见的面 那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啊 后来就有了一些摩擦 再后来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啊 这李某的丈夫当天就给死掉了 这可是大事啊 单寨县公安局 当时对这个事情呢 进行了调查 后来啊 因为找不到更多的证据 认为这个事情呢 不构成刑事案件 就把这张某呢 拘留了一个星期 也就算完事了 李某的前夫最后被认定为 是突发疾病死亡 俩人闹矛盾打架 这只是诱因 所以张某刑事拘留释放之后 又把李某带走了 来到了案发地点 立波县的这个果园打工 打工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就发生了命案了 现在来看的话 最关键的人就是这李某啊 李某的前夫 还有李某的情人 前后一个来月的时间 可就都死了呀 他是唯一的知情人呢 可李某到底去哪了呢 警方啊 始终找不到李某的踪迹 警方是千方百计的得找到他 要不然这个谜可一直解不开 警方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没找着 就这么着 一眨眼 十五年 可就过去了 因为当年办案条件有限 这么多年来 警方始终没有李某的任何消息 当年的刑侦大队长张朝规 后来啊 干到了副局长 再后来呢 干到了公安局政委 还是分管刑侦 可这案子一直破不了 这心里边呢 一直就不是滋味 很纠结 其实为了找李某 警方这么多年呢 一直也没放弃 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所有相关的人物啊 包括邻居啊 包括亲戚啊 走访调查了三四百人 可就是没消息啊 不过咱们说回来 这么多年 尽管警方的这些基础工作 看似啊 没有效果 但这就是一个量变 引起质变的过程啊 已经在这个过程之中 逐渐拉近了 和犯罪嫌疑人 李某的距离 案发十五年之后 2016年 有一个民警 在对李某的关系人 进行摸牌的时候 发现在深圳 有一个和李某 长得比较像的人 警方又立刻到了深圳 继续调查 到了深圳之后啊 发现这个长得很像 李某的人 并不是李某 但是是李某的一个亲戚 尽管没找着李某 但在这次摸牌之中 警方有了意外收获 在李某一个亲属的身上 发现了一丝蛛丝马迹 顺着这条线索 民警就判断 李某藏匿在贵州 贵阳的可能性很大 民警又立刻从深圳赶往贵阳 对任何一个蛛丝马迹的线索 都要核实 在贵阳警方的配合之下 经过细致侦查 警方最终确定 李某在贵阳的行踪 因为李某啊 一直是追逃人员 所以你说上个什么正经的班啊 那一般是干不了的 警方就推断 他很可能会摆个地摊啊 开个小店啊 就从这一类的人员去排查 那一般要是摆摊 在什么地方摆摊呢 车站学校医院门口啊 这都是热门的摆摊点 这么着警方呢 就兵分多路啊 在不同的地点来进行暗访 其中一组民警 就在一个医院的门口 公交车站那 发现了李某 这个民警啊 走到公交车站旁边 就看着这个人很像 然后呢 就走到这个人身边 突然呢 就叫了一下李某的名字 就想看看他的反应 因为毕竟李某从小到大 他都是用这个名字呀 虽然逃亡的这15年吧 肯定是有假名 但是对自己的真实名字 肯定有反应 所以民警当时一喊 这李某那头 咔嚓可就扭过来了 嘿 当时啊 李某明显情绪就很激动 警方一看 行了 就是你了 顺利的把李某抓获 在随后的突审之中 李某啊 渐渐说出了 被他隐藏了15年的秘密 这李某呢 逃亡之后 换了一个名字 叫龙秀兰 他呢 说对他前夫 是很有感情的 他前夫姓龙 所以他改名字 叫龙秀兰 他在那呢 也不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连他现在叫的名字 这个龙秀兰 也只是口头上叫的 别人问他叫什么啊 龙秀兰 任何信息都没留下 绝对不落实到纸面上 原来15年前 围绕着李某发生的所有恩怨 都得从他和丈夫龙某离婚说起 一开始呢 他是因为家里经商 发生了变故 和他爱人提出来离婚 不过这个离婚呢 是假离婚 这是权疑之计 就是为了逃避债务的 实际上他们两个感情 还是很深厚的 李某和丈夫假离婚之后 外出打工 就遇上了张某了 随后呢 就成了情人 可是好景不长 俩人在一起之后 张某就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还曾经啊 把李某拿去拐卖过 后来这个张某 还被广西警方 拘捕判过刑呢 当时张某利用李某 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给别人介绍媳妇啊 就我把个女生介绍给你 然后你得给彩礼啊 收了彩礼之后 张某就走 过几天再想办法把这李某接走啊 或者让李某自己悄悄的走 虽然李某啊 参与过一些诈骗 但是心里边始终觉得这不道德 这太残忍了 看不下去了 他呢 就不想去干这件事情了 张某被抓住 刑满释放之后 又找到了李某 李某的丈夫 因为和张某争执 突发疾病死去了 之后李某啊 又被张某强行带到了 立波县的果园打工 就因为丈夫的死 他对张某是越来越恨 恨呢 主要是三件事情 一个是前夫的事 一个呢 是带他去诈骗的事 还有一个呢 就是张某啊 经常对他实施暴力 只要一喝酒 就要打他 对张某的这种恨啊 慢慢的就积压在 李某的心头了 再加上李某有家不能回 现在孩子也见不着 这时候 李某决定摆脱张某 对他的控制 本来呢 可能也不至于要杀了他 可是那一天呢 张某又跟他商量 还打算把李某卖了 实施诈骗 这么着 李某才决定 我呀 痛下杀手吧 其实啊 这个案子说完之后啊 我们也挺感慨的 李某啊 就是一个完全不懂法律的一个状态 对吧 其实在遇到张某这种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他 叫上你诈骗也好啊 还是无论是他对你进行暴力也好啊 你都可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你有了他的实证了 可以让法律收拾他呀 完全没有必要让自己走上犯罪的道路啊 可以说 李某啊 最早就是从为了躲避债务和丈夫假离婚开始 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犯罪深渊了 还是那句老话 一步错 步步错 就继续一下